Hello 大家好 Rare1です 好 這個爆裂連邪戰已經結束了 那麼成果它也是發表出來了 最後是上位4%的排名啊 最後還是真的是成功打上1億分 相當幸運 相當幸運 這個給力的好友 全彩星啊 這個DAMAS這邊 非常棒 報酬也相當高啊 上位4-5%的話是 結束指令有4000個 然後特殊貼紙一張 以及5個老界王 在三回的這個連邪戰之中 第一次這麼高的排位 非常的nice 來 領獎一下 包括之前還沒領的 看一下結束指令有多少個 總共 不過網速沒那麼給力 4000個 OK 再來先說一下 已經出來了 超級戰 5分 YOS非常的期待啊 應該是31號會開出來了 它是說準備期間是7月30號開始準備 所以大概是7月31號初吧 應該 哈哈哈哈 YOS 非常的期待 然後這一邊嘛 這一個 Tobidaze Sei no Hero 這個物語將會 Renew 重置 會有新的 SSR 免費卡 Viteru The Greater Saiyaman Uni 2號 然後這個2號 它都看之後是屬於交替卡 可以從2號Viteru換成那個物販出來 然後這張嘛 它到時候就絕版了 哈哈 最後這個是 機場版Hero Category 是最佳報仇的那個 掉力增加 可以期待一下啦 而且這張 看起來 還算是不錯啦 交替卡 不過比較期待這隻物販 哈哈 OKOK 不過這一次主要就是要來抽一下這個 技能力的寶箱 總共有 9485個 將來個90連好了 比較容易一點 嘿 先從5抽5抽開始啦 我上次抽的時候我感覺5抽好像對我比較好一點 這些上次抽到的到現在還不捨得用啊 哈哈 畢竟 開到兩路又常用的角色真的太少了 OK 來 開寶箱 哈哈 什麼鬼 全部同屬還不捨 然後剩下LV還那麼低 OK 有LV5的了 可是 是這個 沒有什麼作用的東西 好嗎嗎 不過也好 開頭紅了 開始紅起來 Nice 嘿 嘿 不思太理想的感覺 金 金玉沒有 金玉沒有 我有時候同一LV5的屬性加成攻擊跟防禦 偶爾來一些也是不錯的 呃 還行啦 這個同屬這兩個其實LV2都是Max了的 嗯 再來 嘿 OKOKOK 技術的這個還不錯 那些全部全部都是特殊能力加回 啊直接10抽了啦 喂 喂喂 真的是一10抽感覺 東西就不是太好啊 不過同屬這邊觸了LV5跟LV4的防禦 還不錯還不錯 哦 哇雖然說這一次感覺好像 金玉不是太沒有什麼金玉耶 什麼鬼啊這一次這一輪 10抽 再來 至少出個LV5的金玉給我 欸怎麼少一個 少一顆少一顆 啊不過沒關係 再重新5抽啦 OK OK 啊這個是不錯啦 可是我比較想要有金的或贏的 有LV5 才有LV5嘛 要不然的話真的是不太nice OK LV4的這個連擊 還不錯 然後這個 樹鼠的這個暴擊 OKOK 像霧泛 霧泛這一類型的 給他這個暴擊是最好的啦 灰心一擊 感覺好像要抽完了 啊LV5又來了 可是又是這一個 恢復能力 不過某些角色給他這個 可以無限疊防的角色 拿這個還是不錯的 在回血量上會比較大一點 LV3的暴擊 OK啦OK啦還不錯 剩下兩次 5抽 抽完就算了 剩下的410 抽不滿就算了 放下去 不過這一輪的話感覺 LV2的同鼠連擊啊 這類型還蠻長處的 雖然說對我來說 沒什麼太大用處啦 有些地方還是 塞一點屬性會比較好 OK 至少這個必殺能力 還是OK的 不過這一次的成績不是太好 OK 這麼快就抽完了 90抽 什麼鬼 什麼好料都沒拿到的感覺 LV5的金玉 沒有喔 金玉 我要LV5的 只有這幾個 哇這顆 這一輪抽到了三個 哇有夠誇張 都是這些 沒有什麼太想要的 不過LV4嘛 有抽到一個LV4的連擊 也算不錯的啦 哇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OK好 這就是這一次的 爆裂連邪戰 所 拿下來的成績啦 就這麼樣子 沒什麼特別 接下來就是 當然 期待 終極物販的到來了 非常的帥 希望這一次的終極物販真的是 可以給一點料啊 強一點 OK 那麼這一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待會兒 待會兒